汤朝贞观年间 五谷丰登 国运昌盛 百姓安居乐业 这年盛夏 一场瘟疫忽然在山东灯中一带 蔓延开来 得病之神四肢无力 呕吐不止 许多人不致身亡 当地官府 请来很多名医 却都无药可治 这怪病闻所未闻 老朽也无能为力 无奈之下 官府只得将病人 隔离在郊外的广郊寺 一日 观音菩萨云游到此 听到凡间哀嚎声不断 开天眼一看 只见广郊寺内 到处都躺着重病百姓 观音菩萨见此情景 十分不忍 于是 并化作一个卖药老蒙 来到寺内 看望病人 卖草药 包治百病的草药 老人家 此地有瘟疫病人 您禁不得 当心传染 罗门清静之地 谁在此吵闹 法师 无奈云游郎中 兼此地瘟疫严重 死伤无数 过来看看 能否帮忙 阿弥陀佛 我是寺院住持方丈 既如此 也有劳这位施主 于是 方丈便带着菩萨 来到的后院 你只需将这颗草药 放入国中煎后 让众人扶下 只需一天 即可药倒病除 我佛慈悲 希望这药 能救众生脱离苦海 施主 今晚你且住在 老那禅房对面 明日再行商议 第二天早上 方丈正在禅房打坐 轰然听到外面 一阵欢呼声 师父 师父 快出来看 大家的病都好了 方丈开门一看 昨日还演演一息的病人 现在全都好了 个个声容伙伙伙 特来点换我 神医去哪里呢 老夫在此 菩萨在众生面前 献了真身 这时大家才知道 原来卖药老翁 竟是观世音菩萨所化 夏凡救度百姓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显灵了 儿等饱受瘟疫之苦 只因心中正气不足 贪婪享受 不懂得行善积德 礼尽三宝 才导致外邪清洗 恶病缠身 此节之后 希望儿等要改过自新 忏悔业障 往行不失 我等谨记观世音菩萨教会 一定行善积德 改过自新 在场之人 将菩萨留下的草药熬好 免费送给患病之神 疫情很快解除 灯州 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人们把观音菩萨 施药救度的故事 写成书籍 广为流传 百姓感激观音菩萨的救命之痕 在广交寺 供奉了一村 施药观音菩萨 寺庙香火鼎盛 信众如云 当地百姓 纷纷改过自新 广行不失 虔诚信佛 这次 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施药观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